我看在這題喔 他說Fs的A十三加Bs加C 你有沒有告訴我這一條件 求A-B加C怎麼算 當然這一題喔 你可以用圖法煉乾法 把X是用一代 A加B加C等於0 X是用負二代 4A-2B加C等於0 X二代 4A加2B加C等於12 這連率想辦法把ABC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但是問題是加好算嗎? 不好 對吧?OK 那老師問你怎麼算會比較好 其實你看一下 這有個規則 這兩個代價都等於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Fs被A-1數會預計0 Fs被A可以加2數也會預計0 所以說其實這題老師可以直接假設 被除4是幾? Fx 這樣行不行 被幾除 被AK1乘3 AK1乘2 乘3一個34 加3於4於幾? 0 這兩都於0嘛 所以說這時候我可以假設 這個Fs 是被除4 被這兩一起除的時候 會得到一個34加在余數以及0 用得到 換句話說其實加0是可以不用寫的嘛 行不行 所以重點在這邊 麻煩你把誰 把這Qx算出來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把這Qx算出來行不行 怎麼算 其實你觀察一下 本身Fs是幾次? 兩次 這兩個相乘是兩次了 所以說這Qx可以有 可以有AK1在嗎? 他都有AK1在 乘起來就是三次了對吧 所以說這時候 這Qx這部分一定是一個什麼項? 纏數項 對吧 他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行不行 他在我AK1乘起來變成三次了嘛 所以說這三次的地方只是一個數字 所以說我去假設這個數字叫K 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Fs 我們可以寫成K倍了 A-1乘3AK加2就是完了 後面加一點要不要寫 不用了 我們想辦法把K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請問說F2等於幾? 12 你就把AK用二代代進去 2-1 2加4 4乘1乘K 4K 4K等於幾? 12 所以說老師算出來 可見K就是幾? 3 這樣行不行 把K用三代 可見Fs是幾? 3倍的A-1 乘3S加2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麻煩你把它乘看好不好 所以Fs是幾? 3倍多少? H平方 加AK是幾? 2 所以說Fs 寫出來就是3S平方 加上3S結6 是出來了 所以對照一下 好不好 這個A就是幾? 3 這樣行不行? B也是幾? 3 C等於幾? B-6 這樣數就好了 題目求多少? A-B加C 這樣行不行? A-B加C 算出來答案是7 -6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嗎? 麻煩你到這邊 把它整理一下 OK